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有民必答》 这一节的嘉宾声来Jason 去解答各位的股票问题 Jason 你好 阿希 你好 继续欢迎各位家庭观众 有任何股票问题 可以自电电话热线28046566 或者将问题电邮到ask at bschannel.com 先跟Jason聽聽的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有黃先生 黃先生 你好 你好 想去哪隻股份 6099 有一個人大概12個左右 上網多少錢 應該有多少錢 6099招商證券最新股價12.4 升幅1% 今天來說曾經是超過52週新高 高見12.46招商 12.2有貨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近來A股市場的氣氛真是不錯 就算你看到上星期 微股有一天有個急跌 特朗普上台之後都有些浸檔 但A股方面反而沒什麼受影響 甚至可以留意 你看到最近這10個交易日裏面 融資融券方面的額度都不斷增加 代表鑽內地的人 其實現在對A股方面的情緒 都相對比較正面 當然你說現在上到3200點流上 會有些整固 但既然它之前突破了很重要的阻力 就是3140點之後 相信這一段的升浪 就不會這麼快會改變 所以對於這段雙股來說 特別說之前都相對不太跟得足 A股走的時候 這一段是有個機會可以追回落後 好像剛剛提到6099 早上證券為例 都在11月初開始 其實都由底部慢慢升上來 但是那個累積升幅又不算很大 就是說它都是由11個多 就升到現在12個3號多 都只是說升得1元左右 相對A股的升幅來說 它又不算零零碩碩升得特別多 那換言之如果你說現時是拿著貨的話 我覺得都還可以先拿著 那這一陣的那個升浪 我自己看是有機會 會上到13個半左右 那換言之你現時有貨的話 可以都繼續持有著 謝謝Jason 黃先生是否還有第二隻股份想問 有一隻就是400 科通心城又是有貨 12.7元 現在它就回落了一些 我看它什麼價位可以追貨 或者應該追貨呢 好啊 400科通心城最新股價 11.88元 股價是偏遠跌幅0.336元 黃先生是12.7元有貨 現在應該可以追貨 還是要不要止虧離場呢 這隻股份就在昨天來講公佈了第三季業績 那單體那盤數就真的相當靚仔 說的順地按鈴都升到五成以上 那麼收入方面都升到三成幾 那見到它的GMV 即是那個商品交易額方面 都是按鈴升到五成幾 那照價如果你說這個業績來看 對股價應該是有些幫助 應該會有個幾大的刺激 但是你看到它昨天升了少少之後 去到今天雖然你說早段的時間 都曾經升到去接近12.2 那去到現在這一刻 都看到股價是由升就轉回跌 那就是代表著其實市場上面 對於它份業績來說 那個反應不算這麼正面的 那我自己也是有些感覺 或者一些戒心 就對於它那盤數的整體的真確性 等等都是有些疑問 那所以這隻股份就算你說要買 我覺得都是要控制駐馬 就真的不應該說買太多的 那如果你說短期裡面 你還拿著貨的 那可以做好兩手準備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 真的可以重上一條十天二十天線的 那你不妨可以把目標價定高一點 去到大約12.4左右 那相反如果你說接下來 它向下面跌穿回 那是11月9日的低位 大概是11.3號多的位置的話 那都應該是要做一個止洩的 好的 麻煩了 Jason 多謝了王先生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第二位家庭觀眾 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不好意思 也是好 我想問星期一招股有一隻 叫1611 它市盈率我見到二十幾至三十幾盤 那如果我沒有抽 想問你這隻買不買得 還有今天剛剛招股有一隻 是那些餐飲來的 那1632又買不買得呢 先說了1611 1611又同城控股 那行業是屬於工業的用品行列 那見到定價是一個半 雙私日期就是二十一號 超額倍數三十一倍 一手中籤率是百分之十一點一 這隻1611 李小姐就沒有抽到的 那上市的第一天 可不可以補儲一下呢 其實就很難說的 因為始終你去上市 究竟它開什麼價 都很難去到估計 還有見到它那個公開發售 超額應購倍數又不是特別高 或者只有三十幾倍 而一隻相對雜跡之間 不是那麼大的股份來計 其實就不是說算特別高 那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上市之後 一開始已經是升到十幾個百分比 就真的不建議再追 那同樣道理 如果你說一開始 過去連招股價都保不住 同樣你都不應該說追 那除非你說它一掛牌那一下 那個升幅都可能是三至五個百分比 那你可以短線追回一點點都沒有所謂 但是你問我 始終這些股份我都是比較有保留一點的 那至於你說今天 應該是昨天 開始招股那一隻 就是一隻 是餐飲類別股份 而它在香港本身 其實都經營了很多分店 就是做越南的餐飲為主 就好像是月盞這個品牌 那如果你說說它在今年頭八個月 就是它在招股書公佈的業績方面 就真的是一般的 按年來講 無論是收入、盈利 或者是銅店銷售方面的金額 都是有個下跌 而且我都看你說月盞這個品牌 在香港未來會不會真的有個很強的爭取空間 會不會整體那個客流量可以多很多呢 我都不是說真的這麼樂觀的 始終香港現在你說做餐飲那個市場 競爭都是相當激烈 特別你去那個品牌 都是做一些連鎖店來講 過去幾年都見到 其實有不少店鋪在虧錢 甚至乎要關閉那個店鋪 所以如果你說以這個基本面來講 我覺得不是這麼直撥的 更何況去現在招股定價方面的PAE 都不是說便宜 都說是20倍以上的PAE來計算 不算是特別吸引 好謝謝Jason 剛才說的那隻餐飲就是線源控股 編號1632 李小姐你還有其他股票問題嗎 我想問財險是不是圖一般 Jason 如果想買是應該空哪個位才好買 是否落到11.5元那些位買 好啊 財險有2328 Jason股價11.8元 暫時來說沒有升跌 這隻股份如果想部署一下 甚麼價位是可以入貨 這隻股份近期的技術走勢 圖表的形態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還有這一段就算你看到資金 要買中資金融股 買保險股也好 似乎都會選擇 國售、平保 這些可能是受險業務 比較多的公司為主 反而財險在今年裡面 都算是跑輸的大市 從年初到現在都是有跌幅 最近也是 你看到前個星期急跌了一陣 然後反彈力度都不是特別大 仍然都是受制於二十天線的阻力 如果你說這一段下跌浪是繼續的話 我覺得下一個支持 分分鐘要下去 就是今年七月份 當時的低位大約是11.3 才會有個比較明顯的支持 謝謝Jason非常詳盡的分析 也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最後看大社表現 恆指最新是22318點 升五十六點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Jason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我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